在《爸爸3》最新一期节目录制中,刘亦因为忙着电影大轰炸的宣传,缺席了该期节目的录制。 虽然刘亦不在,但儿子诺依却依旧出现在节目录制现场,就连女儿妮娜也现身探班,并且两个孩子都由胡军帮忙照看。 诺依对于胡军这个临时爸爸也颇为接受,两人的互动也相当默契。 稍晚,胡军通过微博向刘亦报平安,他写道,刚出山,刘亦,两个孩子好着呢,放心。 该微博发出后没多久,胡军又再度更新微博称,果光是我,林永健,邹世民,夏可丽,对两孩子也时刻照顾着,就像一家人。 对于胡军的温暖喊话,刘亦也转发微博并致谢称,这期爸爸我没去录,感谢师哥对诺依和妮娜的照看。 胡军则立刻回复称,客气了。 两人一来一往的微博互动简直乐坏了围观的网友和粉丝们,纷纷调侃称,明明可以发短信却发微博虐狗,这种行为我表示,下次请继续。 夜市旅行们忠心,时尚报道。